11月28日,全新奔腾B70正式上市,新车共推出6款配置车型,售价区间为9.99至13.99万元,新车基于一气,全新无线方程,FMA架构进行打造,定位为一款中型车,整体风格更偏向年轻化。 外观方面,云露式前中网搭配设计为中国古代兵器哥,视觉冲击力很强,同时功能性上采用LED远近光一体大灯,转向灯,日行灯和室宽灯,点亮后的视觉效果颇为时尚,整体辨识度较高。 车身侧面,新车的车头和车尾拥有几乎垂直的角度,笔直的腰线设计带来了干练的视觉效果,与此同时,新车还采用了6倍式的车顶设计,增强了其整体的年轻化效果。 车尾部分,新车采用了10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设计,尾灯在两侧的分叉,则呼应了头灯造型。 此外,新车车尾整体造型方正显得十分厚重。 全新奔腾B70的内饰整体采用简洁的设计,平直的线条搭配浅色的色调,进一步增添了简约的视觉效果。 与此同时,新车全液晶仪表,与中控平用联屏的设计,增添了内饰整体的科技属性。 此外,新车还可选装3D全系虚拟影像,并提供整车OTA升级。 动力方面,新车搭载一台1.5T涡轮增压制喷发动机,最大功率为169马力,峰制扭矩为258牛米。 热效率达到39.06%,传动方面,与之匹配的是7速DCT双离合变速箱。